受到上星期六的暴雨影響,大嶼山一带多處出現山泥傾瀉 我們今天乘搭纜車前往昂平時,發現山泥差點就壓著纜車纜塔 暴雨亦令寶蓮子嚴重水浸,連椅子椅背都充滿泥漬 寨堂地下今日仍然滿布泥泥和積水,工作人員都忙於清理 山泥傾瀉令前往寶蓮子的陸路交通中斷,寺院食物難以補給 寶蓮子說不知食物還可以維持到多少天 其實你都知道暗平360不會被人拿很多行李,因為都不是那麼理想 菜那方面,瓜菜那些都是用回之前那些,應該都可以維持得到 但是時間左右可以維持多久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在寶蓮子附近的佛堂,後面一幅三米乘八米的芋土牆是當日塌了 山泥沖下佛堂的後巷,住在裏面的色遣正師傅到今日仍然猶有如貴 由於昂平纜車的光纖受損,纜車不可以長時間行駛 禁明兩天都不會開放給市民,但會提供特別班次給昂平的居民上落山 最新的確最新的確生活在外面的四季 是否有佛堂的報告 我今天需要期待會提供更多的衛電子 為了結局痊癒 感谢观看